当一个人用嘴喝另外一个人喝过的水 吃过的东西时 这个过程容易产生唾液交换 其实也相当于后者和前者 在间接接吻呢 而在现实生活中 男生绝大部分是不会介意喝女生喝过的水 甚至也不会介意吃女生吃过的东西 说明这个男生内心是完全接受那个女生的 但是女生因为比较敏感 多半是不太乐意和男生喝过的水 更别说是男生剩下的东西了 有的时候自己喝过吃过的都嫌弃呢 那么你会介意吃对象吃过的剩饭吗 我是不正经学姐 我懂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